在Minecraft中有许多不同的生物 各种各样的生物繁多无比 每个生物种类的生成概率各不相同 今天让老哥跟我们一起探索那些极其罕见的生物 其中有些你甚至可能从未听说过 我们都对鸡、猪和僵尸等普通生物已经相当熟悉了 但你知道吗 一种名为鸡猪浆的生物 是由这些常见生物的特性组合而成的 而且它是由游戏Bug生成的 当生成一个机器室时 由于游戏内部的某个Bug 猪会出现在同一只机上 从而创造出这个罕见而奇特的生物 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另一种特殊的生物隐身蜘蛛 你可能不知道 蜘蛛的生成概率实际上会受到 你在一个区块中停留时间的影响 蜘蛛在生成时有可能带有药水效果 而且有大约2%的概率生成一只隐形蜘蛛 但这些还只是最稀有生物的冰山一角 在Minecraft中 马是玩家最常使用的移动工具之一 但有些马的移动速度却相当慢 还不如你走得快 但你知道吗 有一种生成概率仅为0.001的特殊马种 它带有额外的力量 可以在每秒内移动超过14.5个方块的距离 这比玩家正常跑动的速度快出三倍 再来看看这只暴躁的鸡 这是一种只在某个Minecraft版本中出现过的生物 它会在看到你的时候主动发起攻击 并且还有召唤员兵的能力 尽管在新版本的游戏中已经找不到它 但它的一部分特性仍在当前的游戏版本中保留 我们稍后会对此进行详细探讨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粉红羊 它被认为是游戏中的最稀有的羊 其生成概率仅为0.16 然而 还有一种羊比粉红羊更稀有 其实就是婴儿粉红羊 其生成概率仅为0.008 这是普通粉红羊的20倍之多 使得它成为游戏中最为稀有的羊种 你们知道吗 其实猪灵与游猪在Minecraft的世界中是天生的敌人 这也是为什么猪灵有15%的概率主动去猎杀游猪 更有意思的是 猪灵在成功猎杀游猪后 还有10%的概率会变成跳舞的猪灵 以此来庆祝并展示谁是更强的生物 在Minecraft中 鱼的生成方式与其他生物有一些不同 当一条热带鱼生成时 有10%的概率它的图案 大小和颜色会被随机选定 这使得有超过3500种不同的变种 然而 全黑色的热带鱼从未在游戏中自然生成过 这使得全黑的热带鱼变成了游戏中最稀有的鱼种 大家都知道一部分骷髅生成时会带着装备 那一只骷髅生成时穿着全套钻石盔甲的概率是多少大家知道吗 老哥也不知道 因此老哥创建了一个每小时产生数百只骷髅的骷髅猛场 以查看这种生物到底有多稀有 但因为这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 所以我们稍后再回来探讨这个问题 老哥刚刚提到过 猪灵和油猪是敌人 但婴儿猪灵和婴儿油猪并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牛儿可能会看到婴儿猪灵骑在婴儿油猪上 但还有更稀有的 那就是三个婴儿猪灵都骑在同一只婴儿油猪上 尽管如此 这并不会阻止成年猪灵去猎杀油猪 如果你认为找到这样的情况已经很难救错了 我们才刚刚开始 这是一个邪恶的铁傀儡 它会攻击身边的村民 当你成功击败一次村庄袭击后 村民会放烟花来庆祝 而如果烟花恰好在铁傀儡附近爆炸并对其造成伤害 铁傀儡就会变得暴怒 开始攻击村民 这种情况的发生概率非常低 但却是可能发生的 再来看看僵尸 在你与僵尸战斗时 你可能会遇到一种特殊的僵尸 它被称为领导者 领导者僵尸的生成概率为5% 并且它们在与玩家战斗时具有召唤员兵的能力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暴躁机能召唤更多的机一样 你能想象找到一只骑着鸡的领导者僵尸吗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给一只羊取名为Jeff夏花仙 它的毛色就会不断变化 但你可能并不知道 这种彩虹色的羊曾经真是存在于游戏中 你只能在Minecraft Earth版本中找到这种生物 而且它的生成概率大约为1.7% 还有一种更稀有的生物 西瓜雪人 这是一种特殊的雪人遍体 它会射出西瓜种子攻击敌人 生成概率仅为1.1% 但最稀有的生物要属骷髅狼 它的生成概率仅有0.2% 与普通狼不同的是 骷髅狼不会攻击骷髅 在Minecraft中 玩家可以七成赤足兽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有10%的概率看到一个赤足兽 骑在另一个赤足兽上 形成双层赤足兽 更为惊人的是 这个特性对每个赤足兽都适用 理论上这使得你可以看到一个无尽的赤足兽 但看到这样的几率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回到骷髅的问题 已经生成了超过1000只骷髅 但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只穿着钻石盔甲 不过老哥找到了另一种稀有的生物 这个生物就是左手拿着弓的骷髅 89%的骷髅会用右手握着弓 但有11%的骷髅会用左手握着 这是根据现实生活中左撇子的比例设定的 然而在Minecraft中 还有一种基于现实世界的稀有生物 那就是蓝色的美西元 在游戏中 蓝色的美西元生成的概率是12% 这是根据现实世界中的美西元数量设定的 你不知道的是还有一种更稀有的美西元 那就是张开嘴的美西元 它仅在一个快照版本中存在 然后在下一个更新中被移除了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极其罕见的怪物 自然生成的闪电苦力怕就是其中之一 要碰到一个自然生成的闪电苦力怕 你需要在一个雷暴中 且有一道闪电恰好击中苦力怕所占的同一个方块 这时候它就会变成闪电苦力怕 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大约是2500万分之一 这比你在现实生活中被两次雷击中的概率还低 即使你穿着全套合金装备 但一旦遭遇闪电苦力怕 你仍然可能会被炸死 这就是为什么它被认为是游戏中最强大和最恐怖的怪物之一 但是Mojin想改变这一点 所以他们制作了一个笑脸的苦力怕 一个书呆子苦力怕和一个钻石机 这只机甚至会下青金石和钻石 不过这些怪物只在游戏中存在了一天 因此很多人并未见过它们 大部分玩家都认为 制造雪人的唯一方法是亲手搭建 但这并不完全准确 因为墨影人可以捡起21种不同的方块 包括雕刻过的南瓜 这意味着如果墨影人恰好将一个南瓜放在两个血块上 就会生成一个墨影人自己制造的雪人 尽管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低 大约是五万一分之一 这是一个村民机骑士 获取这种怪物的唯一方法 就是找到一个僵尸村民骑士 然后将僵尸村民治愈成正常的村民 村民机骑士被认为是游戏中最奇特的怪物之一 在我们生成了超过三万只骷髅后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只全钻石装备的骷髅 这意味着生成概率大约是0.003% 可见它是多么的稀有 在Minecraft的基岩版中 小僵尸有可能骑成其他生物 其中最稀有的是棕色熊猫 假设你要找到一个穿着全套附魔钻石装备并持有铁剑的小僵尸 骑着一只棕色熊猫 那么这个概率大约是三点五万一分之一 在基岩版中能找到的最稀有的怪物是一个僵尸村民骑士 它穿着全套附魔的钻石装备 手持附魔的铁剑 它是左撇子 并且带着一个南瓜头 只有在万圣节的时候才会出现 你只能在被废弃的村庄中找到它 寻找这个怪物的概率近乎于零 所以大家觉得什么是最稀有的生物呢 这是一个比赴雪草方块出现几率还小的生物 传说中的钻石僵尸鸡骑士 就是一个穿着钻石装备的小僵尸骑在机上 今天这位老哥将要挑战找到它 不喜欢废话的老哥直接来到平原群落准备取代鸡骑士出现 在等了两点五天之后 老哥还是放弃了 他决定制作一个刷怪塔 并且制作一个过滤器 这样只有鸡骑士才能活下来 其余的生物都跌入岩浆 这样就能挂技得到它 但是四个小时过去了 甚至只出现了四个鸡骑士 不过还好出现了村民僵尸鸡骑士 老哥准备将它带回家玩了 并且老哥决定先收集其他稀有的生物之后 再来挑战钻石鸡骑士 他还专门建造了一个稀有生物博物 利用绳子将刚才的村民僵尸鸡骑士带回来之后 给它喂点虚弱药水 再来一个金瓶果 等会儿就会变成村民骑在鸡身上 接下来是另外两个很稀有的村民 他们只在特定的群落中出现 为了得到他们老哥需要将两个村民 带到下界去繁殖 这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等会大家就知道了 老哥将村民带到一个小树林 但是繁殖出来的只是苦风的 因为他们没有在真正的丛林里面 于是他们只能转移村民到真正的丛林里去 这次一下就出现了丛林村民 然后用同样的办法回到找座村民 接下来老哥准备收集其他稀有的东西 他们只能通过命名牌来得到 通过给羊命名为赠 就能得到彩虹羊 再给羊命名为不王 就能让他们翻转过来 下一个是和平掠夺者的清零 老哥首先来到一个掠夺者前哨战 掠夺者是很常见的生物 但是如果我们能对他做一点点的感觉 他就会变得十分的吸引 老哥将掠夺者拉进房间 将他逼到一个角度 用方块将他堵住 一直等待他把十字母射空 现在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和平的掠夺者 可以看见这掠夺者已经没有了十字母 并且举起双手 是投降 接下来开始寻找清零 途中还发现了很稀有的粉红色羊 同样的他想用绳子将它带回去 但是羊在游泳的时候突然淹死 然后老哥终于在寻找了很多个掠夺者前哨战之后 找到了清零 之后老哥又趁打雷的时候收集了充电的鼓利帕和棕色蘑菇 以及骷髅马 下一个是穿着铁制装备的僵尸 尽管他们出现的概率只有1% 但是还是比钻石机器是高 以及锁链僵尸 下一个是僵尸猪兽 这需要将尤猪兽带到主世界来 但是由于尤猪兽非常害怕地狱人 所以这并不简单 现在我只需要这些人来追求我 什么事 为什么你不是追求我 你差不多在那里 不过老哥很快反应过来可以用绳子牵着它 而来到主世界的游猪兽也是很听话地变成僵尸游猪兽 之后老哥又收集了棕色熊猫和蓝色荣源 最后就是钻石机器室了 老哥重新打开了农场 开始在农场面前面 这一次他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看 于是老哥开始挂机 而这一次他整整挂了五天 视频都录了一百多个剧 突然一个蓝色的东西引起了他的剧 我不知不知道 我就看到有材料 让你们看看 我还有鸡刀 那我还有鸡刀 如果是鸡刀的话我就会好 我去查看 我去查看 查看 我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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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机器室吗 大多数人都把龙蛋视为最宝贵的物品 就像老哥的这位黑蛋朋友 总在老哥面前炫耀他的龙蛋多么多么珍贵 其实在我的世界中 实际上存在许多比龙蛋更稀有的物品 有些你可能甚至从未听说过 本期这位名叫Karls的老哥决定挑战收集所有的稀有物品 老哥首先从最难的复学草方块开始 目前能够获取这个方块的玩家寥寥无几 唯一获取的方法就是让墨影人拿起一个有血的草方块 当他再次放下时 有一定几率生成这种异常方块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老哥在墨地大量铺设了有血的草方块 希望能够吸引墨影人 然而这个方法似乎并不管用 两个小时过去 地面上还是遍布普通的草方块 为了提高产出 Karls又花费了四个小时建造了一个专门的复学草方块农场 不久后 平台上空就充满了墨影人 接下来老哥能做的只是近代奇迹发生 可能需要等待好几天 甚至十几天才能得到一个复学草方块 但老哥并不打算浪费时间 他决定在等待的同时 去收集其他的稀有物品 这个区域将被用来展示所有罕见的物品 第一个物品相当简单 只需将一个普通的水瓶装满水 然后在酿造台上将气改成喷溅型 再加入容器来合成制流行 如此一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虽然用途不大 但确实稀有的物品 接下来是兔子脚 每次击杀兔子时有十分之一的几率掉落 Karls也顺便收集了一些枯萎的草 这也是老哥要收集的物品之一 之后在击杀了33只兔子后才得到兔子脚 这比官方给出的概率要低得多 下一个物品是赌马营数 收获的时候有2%的几率掉落 后面的几个物品之所以被称作稀有 不是因为它们难以获取 而是因为游戏内的玩家基本上不会用到它们 例如钟轨 蜡烛 蛋糕 还有闪烁的西瓜片 这东西根本不能吃 普通人怎么可能记住它的用途吗 最后是附魔瓶 只需多找几个前哨战就可以得到 第一阶段的收集工作结束了 目前收集到的只是些普通的物品 之后的物品将会越来越奇特 当然也会越来越难以获取 下一个物品是附魔南瓜灯 在1.20版本中 这个物品将不能制作 所以在1.19版本是获取这个物品的最后机会 而雕刻南瓜只能通过铁针获得绑定诅咒和消失诅咒 因此老哥还花了一些时间来交易附魔术 接下来是粉色羊毛块 但自然生成的粉色绵羊的出现频率极低 幸运的是老哥记起了他和朋友玩游戏时遇到过一只粉色羊 他的朋友很有远见地保存了原版粉色羊毛 所以大家都懂 然后是附魔指南针 灵甲 海龟壳 这些相对比较常见 接下来是山羊角 山羊角有八种不同的类型 每种类型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为了收集全所有类型的山羊角 老哥还建了一个山羊角生产农场 然后将大量的山羊赶进去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等待山羊们自己把脚撞掉 在这个期间 他继续快速地收集其他稀有物品 比如不死葡藤 海绵 龙溪 夏戒合金块 夏戒之星 这一阶段的最后一个物品是一面旗帜 老哥又收集了所有的染料 制作出了一面无法描述的旗帜 我想这应该没人能复刻吧 八种山羊角也全部收集齐全 下一步是前往沙漠神殿寻找各种不同的马铠 经过老哥不断地搜寻 成功收集到铁 金 钻石三种 只剩下皮革马铠 皮革马铠永远找不到 因为皮革马铠是通过合成来获得的 接着老哥需要收集两种植物 大型蕨和大型草 但是如果直接使用剪刀 掉落的都是小型的 唯一能获取这两种植物的方法 是在一个特殊的村庄的房子里找到 而且生成的概率非常低 但是老哥的运气很好 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 接下来的任务是找到四本稀有的附魔书 其中最难找的是迅捷前行三的附魔书 只能在古城中找到 因此老哥来到了寻生守卫的老巢 老哥顺利地找到了所需要的附魔书 另外老哥还需要收集八个回响碎片来制作追溯指针 这是一种可以指向玩家最近一次死亡地点的特殊指南针 还好老哥有翘翅 所以很快就收集到了足够的材料 然后老哥开始寻找朝永核心 通过藏宝图找到了海洋之星 然后通过击杀逆尸得到足够鹦鹉螺可 在此过程中老哥还发现了一只从来没见过的逆尸 老哥合成了朝永核心 之后老哥还收集到了深板岩煤矿石和更罕见的深板岩绿宝石矿 接下来的任务是收集16种音乐碟片 完成这个任务最快的方法就是让骷髅杀死苦力爬 然后从苦力爬身上掉落大量的碟片 老哥制作了一个半自动的击杀装置 成功地收集了12种音乐碟片 剩下的三种 老哥只能通过手动的方式收集 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 几次险些被猪人杀死 最后一种唱片可以用之前收集的回响碎片合成 这样老哥就不必再面对寻生守卫了 之后雷暴来临 老哥开始了生物头颅的收集 首先是僵尸头颅 然后是苦力爬头颅 骷髅头颅 接着又收集到了龙头和凋零骷髅头颅 最后老哥需要收集三种珍稀物品 全套锁链护甲 蓝色美西元和复学草方块 老哥需要收集全套的锁链护甲 原本以为这回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但发现可以直接通过和村民进行交易来获得 接下来 老哥需要找到蓝色美西元 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人工繁殖 经过两个半小时 水池里充满了美西元 但是没有一只是蓝色的 又经过长时间的繁殖 繁殖了将近2500只美西元 终于出现了一只蓝色的美西元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样物品 复学草方块 老哥回到墨地农场 准备检查收获 但是很遗憾 尽管已经挂机了数百个小时 但是没有一个墨影人手中拿着副学草方块 这时老哥意识到 可能是1.19版本的游戏不再支持获取这个方块 经过两天半的实验 老哥发现1.16版本的游戏是可以获取副学草方块的 对此老哥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首先老哥在1.16版本的墨地中按照之前的方法获取了副学草方块 然后我们把1.16版本的墨地存档替换成1.19版本的墨地存档 这样就可以在1.19版本中得到副学草方块 至此 老哥已经完成了所有珍贵物品的收集 接下来老哥就可以向黑蛋炫耀了 你认识你怎么会有的 DragonEgg The rarest item on the server I think you don't have the rarest item on the server anymore What the heck bro Walk in walk in Check it out Yo what This is every rare item in the game It took me three weeks All chainmail armor bro Okay that that was actually super Hey this is a blue axolotl No way bro no way Yo I can actually kill it right n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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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g you might think all these items are rare Because It's the snowy grass The rarest item in the game bro Let me pick it up Oh